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燃起了全美的这样的一个抗议的活动 当然了这个抗议的活动还伴随着一些暴力的事件的发生 所以现在这个整个局势似乎难以控制了 而且川普总统在昨天下午还是开了一个发布会 然后专门说到他要启动这个动乱法案 然后要美军来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平息的动作 所以今天我们是请邓律师来和我们好好聊一聊 这个案子本身就是针对这个案子 就是我们知道是警察的这个过度执法 那么在这个法庭上会怎么样来判决 会有哪一些的这个理据 我们今天都会请邓律师来跟我们稍作分析 首先从我们这个应该是昨天 还是前天一个最新的消息 我们开始请邓律师来跟我们分析 就是有关尸检的部分 我们知道在一开始的时候 检察官那边的尸检呢 是说呢这个乔治的这个死亡呢 不是由于这个警察的这个用膝盖压着他的这个脖子导致的 就也就是不是因为窒息导致的 但是呢家人呢是重新申请了独立的尸检 那么尸检报告出来呢 是说他就是因为窒息死亡 所以这样的两份尸检 请问那里是在接下来的案件当中 他们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两份结果他们结论都是一样 这个是homicide谋杀案件 而是说死因是什么很重要 对 因为报告里边上个礼拜四 检察官所提供的指控书里边的话 是三个导因而导致的 第一他本身的健康问题 而导致心肌梗塞 第二个原因他自己有吸毒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他这个他警察的话 在阻止以后妨碍他的自由 所以夫妻困难而造成的 所以这三个原因的话 真正的话是警察用膝盖压住的脖子 只有是三个原因之一 但是在家属所拼请的专家的报告里边的话 将大部分的责任说这个造成直射 就是因为他的脖子压在心体 趴在地上 呼吸很困难 以后两个警察压在心上 再加上的话脖子被这个乞丐压住 呼吸困难以后的话 这种情形没办法呼吸氧气进肺部 肺气的话也没因为压住 没办法的将二氧化碳吐出来 这种造成以后的话 这个没有办法呼吸而造成了死亡 所以这两个结果的话不太一样 虽然都是谋杀 对这两个这两个听起来 虽然是不就是说是截然的不一样 虽然结果都是导致了他的死亡 但是这个对于这个案件本身来说 应该会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所以对我们现在知道 因为刚才邓律师跟我稍微的聊了一下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从两个案件来 两个方面来聊一下 第一个是从先请这个邓律师 从刑事方面来跟我们说一下 这两个案件就两个尸检不一样 所以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在刑事方面 检察官的责任在检察官身上 他必须要证实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这个检察长Freeman也承认 并且罗汉基地方很多大的案件都知道 要告警察谋杀案件的话难度非常大 主要也是因为死因这问题 另外一方面的话 警察在这个案件里边 就是有一个对警察最不利的就是录像 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就是说如果是有其他原因 他本身有问题 所以在对辩护律师来说 要攻击刑事案件必须要将这个人描述成一个无恶不作 我是为社会除害的一个这样子同情的 所以这部分里边的话 他必须要将这个人描述成你看看有吸毒的问题 以后不通通指挥的 从镜头里面可以看得出他是有吸毒 所以将来的话 他的辩护律师一定会说 你看看的话 他有吸毒的问题 以后我们不知道病情 以后而造成的 所以我们有一定的过失 但是没有达到家属所要求的所谓的一级谋杀 二级谋杀 连三级谋杀都不可能 有可能误杀罪 以后有这个方法来做 所以将来的话就是说 为辩护律师埋下了一个伏笔 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 那在民事官司是另外一个 民事 民事的话在加州 还有很多州 纽约州 这个的话 他们所采用的标准是comparative fall 意思就是说你的标准有多错你要赔多少 好像本来要赔500万的 因为你是这个的错 当事人的造成的原因 有可能是三分之一 是因为他吸毒的问题 夫妻本身有问题 三分之一是因为他本来建商的问题 这个部分的话 那三分之一是警察的过失 那警察只要负责三分之一 当然这个警察他可能会没有工作 将来市政府 还有警察体育的保险 要支付三分之一 这个是纽约在加州用这种的话比例来分配的 但是在民州他从采用了这个模式 民事模式的叫modified comparative fall modified的话这种的话 其实有一点的话就是说 有51%是原告的错 这个案子的话 George Ford的话 他以过是有51%是他自己的错 一分钱都拿不到 得不到认同赔偿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案件 家属的律师很聪明 马上找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三大名探之一 就是Dr. Michael Baldwin来请他来做专家证人 证实里边的话 排除了另外两个因素 百分之八九十 所以他这个报告 试检报告里边 你可以听他记者会里边 他说是警察的错 而造成他息事 没办法呼吸 而造成了死亡案件 但是他没有提到 有没有毒品 他没有提到的话 自己他否认了自身有矛盾 有毛病 所以这个部分 你把它变成的话 百分之就可以跨过 51%这个门槛 这警察必须要为这个George Ford的死亡要负责任 了解 我自己也认识Dr. Michael Baldwin 在世界上的话 在美国当今现代的话 有三大科学神探的 李昌玉是第一 第二是Michael Baldwin 第三个Dr. Gertz Dr. Gertz的话是Philadelphia的法医 Michael Baldwin的话是纽约市里边的法医 总法医 后来这变成纽约州的总法医 他还有李昌玉 这三个人的话 都是好像好兄弟一样 所以在很多案子里面 你可以看到三个人 像319的案件 以后Dr. Gertz跟李昌玉合照 以后到里面去破案的 以后在Kobe Bryant被性侵的案件 同样也是李昌玉跟Dr. Michael Baldwin一起合作的 在好莱坞最有名的记作人Phil Spector 这个被指控谋杀案件里边的话 Dr. Baldwin是法医 这个李昌玉是现场重建专家 Linda Baldwin是Michael Baldwin的太太 是律师 所以看得出的话 他们这个官司请来 这个Michael Baldwin的话 是重量级人物 为什么 因为他以前帮检察官 帮政府做法 做了三四十年 对他来说 他是非常有经验 以后你要攻击他的话 你必须要否定他以前所有这些 这个决论 所以以前检察官的话 都是用他这个Michael Baldwin的结论 李博士的这些决定的话 来作为一个证据的 专家的话是 帮他没办法挑战他们的 这个专家的身份 了解 所以Dr. Michael Baldwin 在黑人的这一类 这个验尸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 而在Burgerson Missouri的案件 黑人Michael Brown被警察开枪打死了 尸检也是家属所拼警的 也是Dr. Michael Baldwin 在2014年纽约市一个小贩 Eric Gardner被警察掐脖子掐死的 这个案件以后检察官没办法起诉他 因为证据不太足够 但是的话这个案件 也是因为Michael Baldwin 去证实警察的锁猴行为 这是严重的疏忽行为 以后死因是因为锁猴而造成的 这个案件最后家属得到了 590万的赔偿 所以家属不愿意起诉 所以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得出 昨天在尸检报告出来的话 有两个有两个message 就是说家属要想办法的话 要得到赔偿 所以他要警请了专家 证实他的过时 被告的过时的话 就是这个警察局的过时是超过50%以上 以后当事人他不是因为吸毒而致死 不因为他身体健康而致死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为了将来家属的塑培 埋下了伏笔 了解了 所以刚才这个邓律师也介绍了这个Michael Bolton Dr. Michael Bolton 他的这个这样的一些经历 就也是告诉大家 这个是一份有权威的这样的一份尸检报告 那么这边刚才有一个网友问 三级谋杀能判多少年 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25年 对 然后他好像还有一个过失杀人 这样的一个大概是有10年 所以如果是两罪并罚的话 如果是两罪并罚的话 就是35年了 所以是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网友问了他说这次尸检报告不一样 那是否可以证明警察的那份是假的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也要提高 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所以这个部分民众在刑事方面 已经对警察局不太相信了 你现在在拿出的报告里面的话 是将责任一部分推给这个黑人 以后说他本身有问题 他吸毒问题 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民愤 对 所以在这部分的话警察会因为这个 就是会让人觉得这份报告是假的 然后再去被人提出起诉吗 一个硬币之中有两面 所以你没办法他的结论不一样的话 并不是表示他是假的 了解 他的foundation是怎么样子 他的判断是怎么样子 所以往往是要看你的经验 有可能是对方的经验 有可能的话他的政府所派的法医 没有办法拿到他个人的这些健康报告 他就假定他有病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就是究竟是真是假 谁相信那是让陪审团来决定 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 我们在打这类官司的时候 最重要要找到一个credible的专家 在最新的一个案件 就是我们跟李昌义合作的一个案件 就是去年一个警察要在烧查一个大马屋 后来要收队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有一个人躲在门后面 那时候警察的话一发现有马上说 show your hand 将你的手举起来 另外一个警察 pop一枪 你打过去 然后将我们这个华人打死的 所以当时的话 我们就联合了李博士李昌玉 以后他鉴定这个警察开枪太快了 这个按照这个程序里面 警察是做错的 当然这个检察官那边的话 他现在没有刑事责任 但是他要做赔偿 做赔偿的情况之下里面的话 就是说你这个警察有没有训练有问题 以后这个并且的话 他们找出来专家 这个专家在现场重建的话 他也看到 我们的专家证人是李昌玉 Dr. Henry Lee 在这个刑事界里面的话是权威 所以为什么的话 这个官司本来要打三年了 在半年之内 检察官 市政府的律师已经投降了 愿意赔偿 做出赔偿 也认错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一点的话 专家在刑事案件很重要 但是专家的可信度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像要请的 因为李昌玉 他过去百分之95的案件 是帮警察这边的 将把OJ Simpson作证的时候 以后 检方的律师没办法挑战李博士的这个权威 因为他95%都是帮你们检察官那边去 如果李博士的这个结论有问题的话 那你检察官为什么要用他呢 所以他没办法攻击他 所以这部分Dr. Michael Baldwin同样的 他因为他以前90%以上的案件都是替政府那边做点的 你现在的话 帮被告 帮家属的做的话 那基本上你没办法挑战他 所以将来的话 很多时候 我们就要比专家 专家说 有的时候 这个专家说 问题出在这边 警察错 那个专家 辩护律师所提出的专家 警察没有错 那就看陪审团相信哪个专家 所以没有一个专家是决定的 而是陪审团相信哪个专家 所以专家的credibility非常重要 了解 所以现在目前两份这个尸检报告的话 对于民事来说 可能是相对来说简单点 但是对于刑事部分的话 是不是还要再做第三次呢 往往这种情形之下 法官有可能会说 我叫另外一个指派 另外一个专家来 所以这部分里边的话 就要看一看法官的认可 这个部分 将来辩护律师的话 就是说 他会提出各种理由 所以很多时候 在O.J. Simpson的案件 其中找了一个专家 这个专家的话 是在DNA方面 是非常有权威的 没想到里边 他知道是辩护律师 要找来的专家 所以他们检察官派人 去跟踪这个努尔博德主 他说他到了巴黎 去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 他去看了脱衣物 以后可能也牵责了找小姐 所以那个专家的话 一踩着没想到的话 连到海外做的臭事情 都会找出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 这个检察官的话 就很重要一点的 双方都是要攻击对方的 这个可信度 可信度很重要 所以将来的话 将来最后决定 谁来决定 相信哪个专家 就要看陪审员了 所以在明州的话 他们是有大陪审团的制度的 对吗 他基本上大部分的案件的话 他大陪审团有两个形式 一个是联邦政府的大陪审团 一个是地方政府的大陪审团 但纽约Gartner的案子的话 没有起诉就是说 检察官在基本上的话 在明州这部分 因为社会已经发生很大的动乱了 他要快刀斩乱嘛 在这个案子的话 警察要起诉这个警察的话 难度非常非常大 要定罪的几率非常非常大 所以这事情之下 就像罗涵基起诉了市民 全打 用警方来殴打 这个黑人Rodney King的 这个案件 后来的话 打告进去 没有被判 没罪 以后早晨罗涵基暴动 那是1992年的事情 对检察官的说 我起诉 但是的话 暂时拼名分 但是我的营的 把我的 把握的几率有多大 所以他们也要考虑到 所以他 你告赢进去了 但是后来的话 你告进去没有赢了 所以为什么 那个案子的时候 Eric Garcetti 就是他在任的时候 告进去 后来的话 连任的时候 大解决 你没有能力 连起诉这个 有路线带你 没办法了 所以他连任就没有成功 所以后来 这个Eric Garcetti的话 这个非常厉害的检察长 他的儿子 就是Eric Garcetti 他是他的父亲检察长 就是因为 OJ Simpson的案子 他败了之后 他做也不保了 所以为什么检察长 要决定的时候 但是在Eric Garcetti 这部分的话 他可以两种方式起诉 他第一种方式的话 是将刑事案子 交给大陪审团 大陪审团里面的话 他来决定 大陪审团决定的话 大陪审团有个好处 是什么 全部这些证人 这大陪审团 20多个人 他来决定 起诉还是不起诉 所以他检察官会呈现这些证据 保密的 外界人不知道的 以后他随时可以传呼证人 证据的 以后起诉了 这个部分就可以免除 所谓的prelim 出审这个程序 那一般这样的案子 如果是你要急的 像明州的检察长 Freeman所提出来 这部分的话 那过了一段时间 他必须要向法官 来呈现这些公开的 以后大家听了证据是什么 让法官来决定要不要送陪审团 有没有可能这个被告没有做错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公开化了 并且把这个将来检察官将自己的笔牌 曝露出去了 以后辩护律师已经知道 又怎么样子来辩护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案件 他当时你要知道在Eric Gardner 纽约这个案件没有起诉 就是他将真实责任推给大陪审团 我曾经给大陪审团 陪审团没有起诉 所以的话这个部分检察官的话 这个案子为什么同样的事情没有起诉 就是因为他是透过将责任推给大陪审团去了 但是这个部分的话 明州的这个Freeman 他现在要做的话 他说起诉了 但是的话他会面临一个很重要一个 就是prelimary hearing这个程序 prelimary hearing的程序的话 他95%以上都会送到陪审团 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 在prelimary hearing的过程之中 检察官必须要呈现他的起诉的重要证据 还有 所以辩护律师从中里面已经摸索到 他的底牌是什么样子 已经有为了准备做好了准备了 知道他的底牌了 以这种情形的话 对辩方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将来的话 大陪审团以后 他可能不会承认大陪审团 联邦的案子不太一样 联邦案子的话 基本上逮捕了之后 以后这个案子都会送给大陪审团来审理 以后的话 没有经过所谓的预审 初审这个程序 这样子的话 他的案子是可以保密的 在州的案件 90%以上的案子 都是透过公开的初审程序 都不会采用大陪审团 除非为了避免政治的责任 像纽约的检察长 他就故意将这个案子 送了大陪审团里面去 因为这个检察场面临连任 如果你要起诉这个警察 那个警察公会不会支持你 所以他这个部分 他推给了这个烫手山鱼 推给了大陪审团 说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 所以我就不起诉 我尊重大陪审团的决定 所以这个部分是政治的运作 不是这个法律的程序 他是利用法律的话 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而已 所以这个邓律师还是给我们 稍稍讲了一下小小的内幕 我们这个网友也说 听听还是长见识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先来问一下邓律师 这位网友问他 想请问一下邓律师 为什么这个案子 没有提告种族歧视这个罪名 种族歧视 往往他这种的话 是有引发出来 就是仇恨犯罪 这仇恨犯罪里面好像的话 他用枪打了一枪 就是你是黑人 或者滚回非洲去 在犯罪过程之中 会有种族的因素里面去 种族仇恨 种族incident的话 往往惩罚不重 他往往是在犯罪过程之中 他有一个enhancement enhancement就是加法 在加州好像的话 你砸别人的车子 以后上面的话 这个部分就是破坏财务 可能是16个月 但是你砸了别人的车子 上面说滚回 go back to China 这种的话就是仇恨犯罪 所以这种仇恨犯罪的话 你单独他讲话歧视你 不是个犯罪 言论制 但是的话你犯罪过程之中 因为种族色彩 或者是宗教 或者是性别 这种的话是种于歧视行为 那是仇恨犯罪 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 就是说你告的 因为仇恨犯罪的话 他判法不重 反而因为你犯罪带有种族角色 种种族歧视的角色 这部分可以加刑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就是说为什么现在 这个虽然有种族的歧视的行为里面 白人打死了黑人 但是的话他打的时候 不是因为他是黑人而打死 而是说为什么他的谋杀罪名的话 一般像种族歧视 在种族这部分的话 是可以判一年两年 但是的话 如果是二级谋杀 三级谋杀罪成立 可以判到25年 如果是诺杀罪 也可以判到10年 了解 就说其实这个案件本身 我们都是觉得 有种族的因素存在 那么其实相信邓律师也知道 在美国的这种案件非常的多 只不过是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案件 其实可能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想到 会闹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么所以就说 对于这个告警察的案子 这个邓律师还是有一些东西 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你觉得现在这个案子 引发了这个全美的大规模的 这样的一个动乱 其实它最根本的是在于 刚才我们说到的警察暴力 还是种族歧视 还是司法的不公正 三方面都有 第一个原因的话是历史的原因 贫富悬殊太厉害了 最新的统计数字的话 在明州来说 一个白人的平均家庭收入 大概是8万5千元 在同样一个家庭 也同样的一个四口人 夫妻两个上班 以后他们的收入平均的话 是4万2 所以白人的这个收入的话 我远超于一倍以上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贫富的悬殊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警察 长期使用racial profiling的方法 这个种族歧视的这种侵查方法 在其实racial profiling这个词 在70年代就开始采用了 其实最早使用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华人的警察 当时叫Herry Lee Herry Lee里边的话 他是New Orleans的警察 后来的话他选举当选了 Payerson New Orleans里边 Payerson的这个警察局局长 他的权力非常大 因为他除了做警察局长的话 他也可以征税免税 这些都是他的权利 所以那时候我在80年代 我在90年代初的时候 我到New Orleans的话去采访他的时候 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南霸天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South 南部最后的一个皇帝 因为他的权力非常大 他之所以连任 为什么他连任下来的话 做警察局局长 一直做到了 他后来去世为止 以后做了40多年 以后因为他的last name的话 也叫Lee 所以他跟李博士Henry Lee 像个表哥表弟一样的 他是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警察 他之所以有名 就是他采用了一个racial profiling 因为他的选区 99%的都是白人选区 所以他当时在70年代 他做警察局局长的时候 是要下命所有的警察 如果是10点钟之后 有黑人到我们的区里边来走动 你就将他拦下来 以后这就是合理的怀疑 就为什么在白人社区 我们这个区里面没有黑人的住宅 10点钟之后 这些用人也回家了 也不可能在我们街道上流荡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牵起的所谓的racial profile 要当时的警察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区里边出现黑人 你这样将他逮捕 查到盘问 肯定十有八九 他要么来这边偷东西 要么来这边贩毒 还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racial profile里面 后来非洲一的团体 黑人民权团体的话 他通过有一个组织叫NWACP 这部分的话是有色人种 这个民族联盟 是一个民权组织 告了Person 这个告了这个警察局 告了这个Sheriff Harry Lee 当然最后这个案子的话 打到最高法院里面去 最后的话 大家都不知道原来警察 会这样子来办案 但是这个法案里面的话 最后这个他责令 你New Orleans警察局 不能够做这种的话 racial profiling 但是的话 虽然这个racial profiling的话 当时他说 我自己也是东方人 我也是小树主义 我怎么可能会歧视你非洲一呢 所以后来他最后的话 打到最高法院去之后 最后他就这种racial profiling 是非法的 也不允许警察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因为这个案子 当地的白人 就是很喜欢Harry Lee 他觉得的话 这个人的话 是帮我们白人说话的 以后 所以他每四年连任的话 肯定是连任 肯定是连任 所以他到那边去是难霸天 他自己是一霸天下 因为投票来投去 当地的区域的话 都是90%以上都是白人 都是向他连任的 但是这种racial profiling的做法的话 现在也是一样 我有几个黑人的法官朋友 他自己是法官 警察都拦他下来 要他拿出证明 证明他是法官 所以在Bevillie Hill的法庭 一个黑人住了Bevillie Hill Bevillie Hill的警察拦他下来 他说我不相信他 后来也告了Bevillie Hill警察局 说你facial profiling 所以这个部分的警察的话 都也会 再加上这是引起民分的 最大的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高科技的发展 我们现在录像带 有手机拍录下来了 以前的话 Ronnie King的案件的话 基本上是偶然的机会 让别人拍到了 那现在基本上的话 一举一动 都可能会让民众拍下来 在Minnesota这个案子里边的话 重要的证据 是在警察的body camera 垂身带的录像 拿下来的 所以这个重要里边的话 所以警察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以前的racial profiling 这个做法不行的 以后你施暴也不行的 以后就像的话 我们这次Chino这个案件的话 这个华人被警察开枪打死 我们从警察的录像带里边 就看得出来 什么时候开枪 该不开枪 所以在文分里边的话 在证据的方面更容易收集了 但是对我们在过去 其实我在做记者的时候 在90年代曾经处理了两个案件 一个案件的话 是一个台湾来的 这个叫蔡姓女子 以后她在Freeway 在10号高速公路 在Rancho Cucumanga的时候 被警察拦下来 所以她当时在Freeway上面的话 她是她英文不懂 她要打电话给她的老公 但是的话警察说她不听从指挥 将她压倒在地上 以后压倒在地上还不算数 后来的话将她关到女子监狱 以后将她整个心体脱光衣服 以后让其他的犯人来打她 那个案件里面的话 后来她也是一样 被指控的话 就是不听拘捕 还有攻击警察 所以当时的话 她哭的心体 整个淤香 全部来找报纸来投诉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奇怪了 但是的话 这个案件最后了 她也不得不要认罪 为什么 没有证据 以后在Rancho Cucumanga 这个白人区里面的话 后来才知道Rancho Cucumanga Fontana是美国3K党的发源地 里面的人的话 更是对华人 对其他小助主义非常歧视的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 就是因为没有证据 他是被白白的这个打了 以后另外一个案件的话 是发生在Ventura 一个华人 以后同样的被警察开枪打死 以后当时才坐在座位上面被打死的 所以当时的话 我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 也是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民众听不懂英文 警察叫他双手举起来 他赶紧去拿驾照 警察的话以为他去拿枪 就马上才开枪打死的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就是说这种情形会常常发生 后来我做律师的时候 我一直 所以为什么李昌玉一直鼓励我 就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个能够跟警察打交道的 以后怎样子来能够保护民众的 所以在过去22年 我们也处理无数多 过去22年我们处理的 可以说是全美国最多的 这个华人被警察殴打的案件 被杀死的案件 所以这个案件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是保存证据 有没有证据 要找专家 专家很重要 我们很幸运的话 这个是很多 这个案子像李博士一样 他是一个非常难找到的 这个专家证人 要花5000块钱 一个小时他都不接的 但是他听说是我们华人受欺负的案子 他都会给我们做技术的指导 所以其实刚才邓律师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其实在美国的话 我们华人这个遇到警察产生的案子 其实还是很多的 而且由于我们自身那些原因 比如说语言 或者是对法律的这个不知道不了解 然后造成的一些问题 然后刚才有一个网友在这里 说到了这个摄像头的问题 就像刚才邓律师说的 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都有这个摄像头 然后大家都可以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 然后呢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才会更接近真相 那么这个网友说 如果警察把摄像头关掉 这个是不是一个违法的动作 他不违法 但是的话他们往往说我们技术有问题 那我们会用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那其他对我们对我们 对你们有利的都没有技术问题 为什么到了最关键的时候的技术有问题呢 所以用这条来辩驳他 对我们就是让陪审团的话 奇怪了对啊 其他东西的话 对原告里面的这个死者的这个部分 对他有利的东西的话 就是将这个描述成为他多的不听从指挥的反抗的部分都有 但是对于最关键的部分里面他确认是没有 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还以为我还以为他关掉这个动作是 本身是涉及到他自己是有违法的动作 比如说他关掉这个动作 是不是会有这个妨碍司法这样的一个情况 警察里面他不会不会 他往往是技术问题 很多时候在警察举证的过程之中的话 他突然间录音的部分 他说突然间录音不行的 因为里面的话就是说 找一个手脚 有边对我们客人有利的东西 他就说他不能够伪造证据 但是他说我们本身没有录下来 有技术的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你很难说说他违法的事情 但是的话你在打陪众团的时候的话 你说你看看其他的东西 你可以从警察突然间他的证据不见了 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就让陪审团有一个遐想的空间 了解了 了解了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他关掉是有违法的动作 看来没有 所以警察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材料权 但是这里稍微的问邓律师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遇到跟警察的一些 比如说交涉或者是说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自己本身民众可不可以拿起来拍摄 当然你要看到注意安全这很重要 以后有的时候的话 你看看警察 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的话 在Facebook streaming line的时候警察说你不能够放下来 你要放下来 以后的话你录下来 以后 但是的话警察的话因为以这个方法的话 你没有听从指挥 所以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这个要安全的情况之下可以拍录 那我要提前告诉他 比如说我跟警察说我现在要录像了 我要这样讲吗 可以在公众场合你不需要 在私人对话里面的话你要跟他讲 好像公众场合里面的话 我在拍这部分 以后警察没办法说 你不妨碍他的安全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继续拍 以后你要跟他讲 我在拍这时候 你也可以跟他不用讲 我在做 因为他在公众场合 但是的话 如果你到了私人的地方 以后这个部分的话 你就可以 就比如说在警察局里面算是私人的地方 在警察局的时候 他已经首先的话将你的身烧茶了 不可能会让你烧拍的机会 我了解了 了解了 我们讲的 提了一下子跟警察打交道的这方面 因为我们处理很多案子 新移民来到美国的话 就不知道跟警察怎么样子打交道 首先的话警察的训练的话 他们训练都假设每个人都是有枪 都是危险分子 所以为什么 交通法班只是一个交通违规 警察下来的时候肯定是拿出枪 或者手放在枪里面去 就是因为 他假设你是危险人物 可能有枪的 所以另外一方面的话 要听从警察的指挥 因为警察他也怕你 以后他叫你双手放在车轮上面的方向盘上面 因为你手一新到别的地方去 对他来说你可能是拿枪的 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 叫你双手举起来 以后你不听从指挥 以后的话 你先手放在布袋里面去 他以为你是去拿枪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你要知道警察的工作也是非常危险 他认你随时可能拿枪出来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你保留记录的时候 一定要安全很重要 因为最重要的话是 好汉不吃眼前亏 不要在你跟一个持枪的人来争 你要 稍等 邓律师这边稍微的这个有点卡顿 我们稍等一下 好 稍等一下邓律师看看有没有回来 稍等 有了有了 刚才刚才有点卡顿 好 您继续 所以跟警察争议的话 不要在街道上面 因为警察是有带枪的 并且的话 这个我们的安全很重要 我们语言这部分怎么办 邓律师 语言这部分里边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有的时候 这个你可以说 Chinese 有些警察局 他马上可以透过电话 跟你来翻译 是 但是很多时候里边的话 在驾车的时候 警察有权利要求你提供 驾照保险 还有车主证 这方面 但是平时的话 很多时候 以后你在路边跟警察来争 没有这必要来争 如果你真的是做错事情 你争也没有用 以后你说的东西 只能是作为对你不利的证据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警察如果是你没有做错事的事情的话 你可以的话 听从警察的指挥 因为你真的是 因为有做错了 以后的话 你怕警察 你可以行使你的权利 保持沉默的权利 你可以要求的话 律师的权利 这两个权利是你可以的 但是他在警察 当时的话 你越要打电话给警察 给你的律师 往往这个警察以为 你在这个 这个以为是 你要销毁证据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不要马上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接到 三更半夜节的电话 我要跟我律师谈 我说你放下电话 听从警察的指挥 这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话不用说 就好了 这是我们经常在港剧里面 听到的警察的就说 您可以这个 保持沉默 否则的话 您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会成为呈堂证供 这个在我们小的时候 看港剧 看得多都能背得下来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法律 其实这个法律的一条 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保持沉默 对 不要这个 我们有句话 叫说多错多 所以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 就是做这种事情 让警察有误解 反而会给自己带来一些 这样的一个伤害 那么刚才这个邓律师 跟我们分享的是 这个如何和警察打交道 但是如果是说 真的是碰上跟警察的官司了 我们怎么样可以讨回公道 因为你自己收到不公平的待遇 和被警察殴打 以后这种情形里面 警察施暴 以后你可以透过三种方法 一个是进行行政投诉 每一个警察局 他们都会有一个叫 Internal Investigation 是内部调查科 内部调查科 他调查两个 第一个的话 是这个警察 有没有犯罪行为 以后另外一个的话 叫警察在对民众 有没有一些不当的行为 所以这部分的话 你可以要求警察局 一般的话 内部调查科 他可能会单独 跟其他的警察的话 他不是不会像 一般不会观观相互 以后 但是的话 就是尤其是工会 有可能会搞鬼 因为什么 这个警察跟另外一个警察 他们都是同一个工会 他们有可能是工会施加压力而已 所以我想到了一个 好像是有媒体报导说 这一次的明州的案件的警察 他之前是被投诉了大概7次 好像是这个数字 对不对 1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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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后面的工会撑腰 所以他都这样 关关难过 关关过了 所以其实如此看来的话 邓律师在美国警察本身的体制 他也是应该有问题的 警察里边 像警察局一般的话 sargent以下的话是属于工会的 Luternian以上的话是属于 就是不属于工会 所以工会里边 你可以看得出 警察局的管理人员 没办法指挥警察 为什么工会在里边撑腰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 在警察局里边非常非常明显 好像他说要处罚他 由工会马上 他就站出来 替他们会员里边撑腰 所以这部分 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 工会没办法进行内部调查的话 那你可以要求像FBI 因为联邦政府FBI 他们有一个专门机构 就是警察的支把部门 地方警察局的腐败行为 就是这种揽用牟利的话 或者是这种侵犯民权的话 警察FBI专门有个小组的调查 民权伤害的案件的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因为这个行政调查 最坏的结果是开除 但是的话我们为什么知道的话 他这个警察 这个Derry Sherwin 有17次这个记录 就是因为以前有投诉过 有个记录 他这个投诉没有上线吗 比如说一个警察 他被投诉了多少次 他是不是要降级 或者是他重新去训练 或者是有其他这种处罚吗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一点 有一些警察局是内部的决定 有一些的话就是说大部分的结果的话 他们都是unfounded 没有什么找不出什么确实的证据 所以就算他原谅他了 有一些的话就是说 又是很轻的警告你了 以后让你停止五天 停止十天 或者是有一些的话 让你调派别的工作里面去 这个部分是行政的部分 所以行政的部分不一定有效 真正有效的一边的话 是刑事责任 刑事调查这部分一边的话 就是要求地方警察局 地检署进行起诉警察的违法行为 要求FBI联邦调查局的人 来起诉 行政起诉他 以后这个部分的话 往往你要知道检察官最怕的话 就得罪这些law enforcement 因为这个你是将来要选举以后 你得到了警察工会的支持 那你基本上的话就是铁定会赢的 因为你得不到的部分的话 他基本上就拿不到的 所以我就像跟我的好朋友 郑博人说的话 你得到的消防队员的工会的支持 基本上你就可以铁定 这是可以当选的 因为他们大家感觉到的 工会力量非常大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你要社区要施压了 检察官才能冒这个险 以后政府才能够 像这次1992年的 这个罗云基暴动之后 以后联邦的检察官才起诉了联邦罪 起诉他来平民政 这次也是一样 也是因为大家上街头去了 大家看到了以后 随便的话才决定 才四天之内决定起诉 所以如果是没有我们 没有大家这个抗议的行动 所以这个案件也会被工会所压制住吗 压制住 所以这部分里面 社区施压 才能够真正的 看来我们真正应该 这个抗议的应该是工会 邓律师 是不是 就是因为工会放纵了 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执法的 这个这个这个无序 工会本身开始的话 就是从这个从黑社会开始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里面的话 美国经济有那么大的一个 而面临很大的这些成本开支 社会发展不了的话 就是因为这工会力量太大了 在加州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 所有这部分里面的话 裁员裁员 但是你谁也不敢裁老师 孝师工会 护士工人 以后罗云基监狱的人 所以加州花那么多钱的话 这个一关一个人在加州的话 要每天的话要花 我们那时候人要花150块钱 以后如果是关到Arizona去的话 或者私人监狱的话 最多是40块钱50块钱 为什么的话 有100多块钱 一个人一天那么大的区别 就是因为监狱的工会压力很大 所以他们退休 退休金可以拿到20多万每年 你可以看得出的话 有那么好的事情的话 就是因为工会力量太大了 以后拿出人 当然最后的话 真正的话 我们讲的刑事责任也好 行政责任 往往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 也没有真正能够讨回公道的 透过民事诉讼 所以这个顺序是这样 应该这样下来 先投诉 然后如果是刑事不行 再走民事 对 同时进行 我们一般的建议的话 就是说 尤其是民事责任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民众 被警察开枪打死的话 我们第一个的话就是拿到警察报告 以后拿到死亡报告 我们马上就告进去 告到联邦里面去 联邦的话就用一个是1983民权法案 就是说警察不能够 这个伤害到民众的权利 再将民众剥夺的权利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就是很重要一点的话 就是说保存证据很重要 就像的话在5年以前 一个我们这个华人 这个黄美 在这个精神病所 被警察开枪打死 我们就是马上就告到法院里面去 后来的话这个案记里面 我们是是他当年 他们警察的辩护方法 就是说是他挑挑挑挑性的 以后我们的理由很简单 他是个精神病人 以后我们的诊所 诊所打电话说他下班了 我们这个华裔的病人不肯离开 他叫了警察来 但是的话来了4名警察 他一看到这个华裔女子 以后拿黄美拿起刀来 他以为要向他飞过来 以后他们就4个警察开了24枪 将这个华裔的女子打死的 天哪 他是有精神病的人 他判断不出来的 但是如果真正错的话 人们就发现的话 这些警察的话 他是训练有问题 为什么4个警察里面的话 按照法律规定 他们每个警察必须要接受6个小时 怎么应付精神病人之相的培训 4个警察都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而造成这样的悲剧 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 就是说我们要找出这个死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怎么改变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就是说 这管理就像光彩讲的话 将来的家属提出来的话 这个Derek Chauvin 他过去投诉已经有17次 但是为什么的话你没有采取措施 你是管理的问题 当然管理的话就是工会的力量很大 那市政府就要为了工会的力量而付出很大的代价 了解了 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流程 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明州的这个案件 很明显是一个警察的这个暴力执法的案件 那么如果是说 如果真的是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警察暴力的案件 我们会应该走怎么样的一个司法程序 对 这个司法程序在民事里面的话 最重要一点 告诉政府的话 我们常常说的话 民不跟官斗 但是在刑事案件里面的话 我们律师是喜欢跟政府来斗 为什么 第一 政府是有钱的 像其他人的话 开枪打死你 可能他没有行家 你告赢了以后 他宣布破产 你也拿不到钱 政府的部分里面的话 你告进去 他是相对来说 是有这个保险 有这个经费来赔偿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 是民众可能会对政府这些管理不良 或者是他一些训练不足 这些东西的话 就说我花钱给你 你居然乱拿我们的钱 没有用的刀口上面 也会导致这些责任 他们也会将心比心 如果我是死者的家属 我会怎么生气 所以他去民事的赔偿 虽然刑事定警察的责任的话 这个刑事要他坐牢的话 这个可能性力量 这个定罪率一方面的话 他的标准非常高 但是的话对民事的部分的话 只要50%加1 警察局有错 这种情况他都要承担责任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就是说我们要告警 往往一旦只一个民众被警察打死的话 他一般有追溯期是6个月 以后6个月你要提起政府的底赔 以后他拒绝了 你就马上到法院里面去告 告了之后最重要一点就是专家证人 刚才刚开始节目就知道 Dr. Michael Barton 为什么的话要请Dr. Michael Barton 因为他的可信度很高 以后这种情形的话告进去 那将来的话就是要决定 要请专家证实 有没有必要开枪 以后他这警察的用的暴力 是不是合理的 就要请专家过来 要现场重建 以后同时的话 要找私家侦探去查一下子 这些有没有看法 找到其他的证人这个部分 那样的话警察局的 他的辩护理由有好几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死者是罪该万死 以后我是为民除害 所以他一定会将这些受害 被警察打死的人会描述成为 你是吸毒的贩毒的 或者是前科累累 这个部分 以后另外一方面的话是说 你是死者故意引致的事故 以后我们本来警察不动武的 但是你不听从指挥 你provoke我们采取行动的 或者这个部分以后 他会一定要抹黑的死者 另外一方面他还是一样 他说警察应该是英雄 会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 所以我们在打问警察 问话的时候 在警察问话的时候 警察永远都会觉得 我是民民除害 我要担心我自己的安全 以后我要安全回家 以后他最后的话 警察所有的辩护律师 都会有一个所谓的 summer judgment 所以测案的动议 所以这个测案动议很重要 这是属于转接点 如果我们能够赢的summer judgment 这个部分 所以警察局的保险公司 已经知道大事已去了 去被人抓了 我们肯定输定了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我们要打官司的话 要找好足够的证据 找到专家证实警察的过失 过失完了之后 做好打陪险团的准备 以后才能够赢了这个测案的动议 测完动议之后 检察官知道大事已去 以后这个政府的律师 已经知道的话 去陪险团可能会挣更高的赔偿 他那时候就愿意坐下来 跟我们来谈 了解了 其实刚才邓律师说到了 这个跟警察打官司的 这样的一个策略 但是在我听起来 依然是非常的艰难 因为在之前 我请到明州的周东发律师 他来稍微的讲了一下 目前明州的这个案子的 大概的一个情况 他也讲到了明州目前的 包括他经手的一些案件 基本上犯罪率 黑人的犯罪率是很高的 所以对于明州的警察来说 他们没有办法 他只能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使用这样的暴力去制服这些人 因为他们本身可能就是害怕的 或者是说本身就是因为 他们黑人可能会力气比较大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现在这个案件 也是明州的第二起 应该是这20多年来 还是30多年来 第二起警察被起诉的案件 所以那么这样的一个现状 我想请问邓律师 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是蔓延 令到全美都有这样的一个 动乱的情况发生 所以你对这个案子 未来的预判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案子里边 刑事案件有可能暂时会告一 这个民意的话 会慢慢的松下来 但是从目前来说 要不要起诉另外三名警察 要不要追诉一级谋杀罪 二级谋杀罪 现在家属所提出的要求的话 可以说是很难的 一级 他现在要求是一级 要一级 一级的话你是有故意的 有这个就像谋财害命的这种 蓄意了 就是说等于说 就是我所有今天的准备 都是为了杀你而做的 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很难 所以为什么 就是说你要知道 现在检察官所提出的是两项指控 他两项指控的话 他就是像很多案子 他只有一项指控 非让你定罪不可 我们说这个依发子弹 另外一种多个靶子 让你有这个选择 一级可能没办法 二级没办法 三级不没办法 但是他有杀了人 可能就误杀罪吧 所以检察团为了自己 买下了一个伏笔的话 让陪审团有这个退路的选择 不会让这个案子变成无罪 或者留审 因为将来的话 决定要不要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也是要当地的民众 所以在打这类案子的时候 打谋杀案件的话 最重要是陪审员是谁 有没有 这个很重要 所以当然的话就是说 就打民事官司 我们标准比较低一些 检察官的话他90% Beyond reasonable 道 肯定这个警察有意图 或者是不理会民众的生命 而做了违法事情 但是的话在这个民事责任 50%加1 警察有做错事情 死因是这个造成的 所以这部分他有责任了 所以这很多时候我们在打民事官司的时候的话 往往是做好陪审团的准备 以后将这个人的话人性化 检察官那边的话就政府的律师 检察局的律师辩护律师 在民事官司他一定会将这些人的话 死者的话描述成为这个是人不值的 人命不值钱 所以他怎么样子人性化很重要 像我们在这个华人被打死的这个案件里边的话 政府的律师就是说你看看他本身有少好闲 没有工作 第二个他牵扯了中大麻 所以这个是中大门 在家里面中大麻是违法的 牵扯了毒品在联邦案子里边 大麻还是毒品案件 所以在他里边他要想办法将死者描述成一个坏人 但是的话这条生命 所以跟我一起合作这个律师叫Brian Dunn 他是Johnny Crockett的徒弟 也是这个O.J. Simpson的辩护律师团队的 他就是说他在庭上说你查一下我的记录 95%我的客人黑人都是drug dealer都是贩毒的 但是打了黑人团去 每一个判下来从来没有低于300万的赔偿 对对方政府的律师 以后保险局保险公司所请的律师是外州的 他不知道以后后来的话市政府的律师 他是熟悉 他也知道Cockett Law Firm里面的记录 他说是 所以他这个生命是怎么计算的 所以他将这个人性化很重要 同时的话因为你做好充分的准备 有了证据有了证人 以后将这故事讲好了 在基本上能够将陪审团知道警察夺去了一个人的生命 但是夺去了整家人的幸福 以后这个部分警察的行为是太过分的 以后这个部分的话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自己 每一个社区的人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受害人 以这种陪审团的这个故事 这个主题的讲话很多时候对方的律师知道 要去陪审团的话可能会赔上更多 所以他们往往透过调解仲裁或者是MSC 就是法院强制性的和解会议 来想办法来将这官司告一段落 所以为什么Eric Garner的律师做得很成功 以后他就是逼的时候 他本来就说你是个小贩 你根本没有钱 以后你违反了没有香烟的牌子 以后你本身就有问题 但是后来一条生命居然能够赔到的话 5.9个million就差不多600万 就是因为他将故事讲得好 他知道了民意的这种 当然的话这个部分将来 这个能不能平视 我相信家属的话也会因为 因为这个社会的压力情况之下 警察局也希望能够尽快做好赔偿 一旦只赔偿完了之后 家属已经是说就像Eric Garner的家属那边的话 他已经拿到了快600万的赔偿 他说好了 我不追究警察的责任 以后这个所以为什么 在纽约州以后这个案子也没有起诉 家属也是心平气和 原谅了警察 原谅了警察 在这个案件里面的话 现在他所找的佛洛达的律师的话 也是非常有名的黑人律师 民权律师 所以这部分里面 我相信很快的一半 估计在六个月之内 以后这个案子 因为这个社会议论太大了 还有市政府 还有这警察局 很快会将这个案子和解 所以您的判断 应该是这个案子最终会走向和解 这样的一条路 并且很快 应该不会超过一年 所以您这个和解这一部分 应该是民事的部分 民事的部分 如果是刑事的部分呢 刑事的部分的话 打的官司可能会两年三年以后 因为毕竟的话 就要看看他的辩护团队 要找专家 要找证人 以后 因为如果是三个人 四个人一起连在一起的话 又有很多辩护的策略 可以拆开来打 要求的话这个也要延期 那个有证据 要排除证据 这些东西的话 还有的话就是说将来 这个律师可能提出一个动议的话 就是要求法院的话 要移到别的地方去 因为在Minnesota Minneapolis地方 大家已经知道这个案件了 有可能会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是为了这个让陪审员 完全不了解这件事情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全美应该都了解吧 这个真正不了解这个案件的 应该比较少吧 所以其实如果一个陪审员 他对这个案件只是 就是大概的一个情况知道的话 他其实也是不能做陪审员的 对 一般知道可以 但是你有预设立场就不允许了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在选陪审员的时候 当时这是属于辩护律师的一个策略 所以为什么当时在洛杉基地区里面的话 四名警察打金恩案件 按照法规应该是在洛杉基市里面审 他的律师很聪明 将这个案子的话移到了Semi Valley这个地方去 Semi Valley的地方 你说Semi Valley的人知不知道这个案件 也知知道啊 但是的话还是移到那边去的 那是Semi Valley的中了计的 中了辩方的律师的计 为什么在洛杉基这个地方 有很多是多数主义 小数主义 非洲一 拉丁一的 对警察补满的 到了Semi Valley那边去的话 Semi Valley Morapa那个代言的话 这个他是保守派 以后40%的居民 都是警察 或者是有亲戚做警察的 所以他白人为主 所以他们对这四名白人警察 就同情了 所以为什么这很重要 所以将来的话 就很多这种辩护策略的话 我们也可以透过节目的时间 给大家分享一下子 就是中国22年的经验 从刑事案件 还有人体伤害 这些不当死亡案件 给大家解释一下 攻跟守这两方面的策略 是 这个非常的珍贵 这是邓律师多年的经验 而且这个其实对于大家 真的是未来 在遇到官司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我在这边看到 有一位网友的这个问题 这个比较长 然后这个邓律师 可以稍微的听一下 回答一下吗 那可以 来 他是这样说 他是说呢 这个他是 他这个title是叫做 刑事犯罪受害者的优签证 他是说 2016年8月前 我住在三藩市东湾 房东的妈妈虐待我 拿洗脸毛巾摔向我 攻击我 但是没有摔到我脸上 他大声的辱骂我 撒谎说 我偷了他的银行存折 多次关闭和阻止我看电视 阻止我使用卫生间 晚上反锁上门 阻止我上网关闭WiFi 阻止我使用厨房水龙头 当我洗菜的时候呢 他还把水龙头强行 移到他那边洗菜 然后并且丢弃我的USPS包裹 他说我的问题 四年了 我还能报警 或者向法院控告他吗 我还可以申请优签证吗 对 那优签证的话 是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开始来 我们知道的话 优签证跟投资移民一样 每一年有一万人的名额 但是这个部分优签证刚开始做的时候 是允许这些走私人口的受害人来申请的 所以我们给他 但是后来发现里面 真正的话走私人口 来这边的话 卖赢 卖赢这个贩毒这些东西的被利用 这些图意这人做污点证人 以后给他这个机会 但是这些人使用了一年不到几百个人 所以后来的话 国会通过就是将这些 犯罪的受害人都可以申请优签证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你必须要报案 所以现在比较多了一点的话 是家暴案件 家暴案件报了案了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你要报案 并且你要配合警察的工作 警察的这部分的警察官要起诉 你要答应出来做证人 这个部分 所以加州的话 他现在也是特别通过了一个法律 就是要求警察局要提供 给这个受害人提供移民方面的证明 好像警察报告 还有检察官要按照法律的话 提供一封信 证实的话受害人以配合 优称证能不能成功 最关键的话是警察局 有没有立案 有没有报案 这个事情里面的话 就是说以前听起来的话 这个事情 当时没有报案 一般的话 刑事案件 轻罪在加州的话 一年之内的周休期 以后 对 重罪的话是三年 四年以前发生的事情 听起来的话 一般的警察局可能不会 不会受理 不会受理的话 警察局就没有办法提供 这方面的证据 那他如果是这个案件 就是比如说他现在 他已经是这个忍受 这样的状况四年了 现在还在发生的话 这样是您的建议 是要赶快报案 你还知道他必须要这个刑事案件 你可以报案试试看 他要警察局立不立案 但是在目前这种这个犯罪率 尤其是刑事案件的话 游行暴动的事情很多了 警察的话 基本上 他们可能不会受理你的案件 除非的话 你有受伤 还有马上有生命的威胁 否则的话一般的话 我们处理很多这类案件的话 都是发现 这个警察局的话 都是说你赶紧找律师去吧 如果这个警察局不受理的话 你就没有这个证据要求 就拿到来申请邮签证了 所以就必须要拿到警察局的这份报告 才可以申请邮签证 有立案了 有立案了 你又配合检察官的行动 这种情况之下 他有没有定罪 以后这个不重要 只要有报案 警察立案了 以后配合警察官的行动 这部分检察官还有警察局 都必须要提供这方面的证据给你 以后方便你申请邮签证 对 这是邮签证的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您还可以打电话 具体问一下律师 或者是有时候 您可以找一个移民律师来询问一下 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申请 也是可以的 好 那么今天感谢邓律师 跟我们分享的明州的案件 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了一下 在美国如果是遇到警察的案子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 谢谢邓律师的分享 辛苦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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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谢谢我们所有在线的网友 关于这个明州的案件 我们还会持续的跟进 有什么新的消息 我依然会请到邓律师 来给大家做分析和解读 那么我们的邓宏说法 下下个周二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也订阅 于是 未经许人员下转发 可能是有什么新的 关于想要解证 这种语言的 方案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